好 观众朋友 这节的欢迎大话题 来聊聊前段时间双十一缸过完 很多人都下单购物的电商平台话题 东南亚这个新兴市场 是许多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电商当然也不例外了 已经杀到鸿海比谁更低价的价格债 富比士就指出 虾皮的母公司东海集团 今年第三季财报陷入了亏损 单季亏了1.44亿美元 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执行长李小冬 已经在上一季财报就打过预防针了 是因为他们加码投资了电商的业务 也让电商成为集团三大业务里面 包括电商 数位娱乐 还有金融体系里 唯一亏损的事业体 而这个加码投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虾皮一贯擅长的价格债 运费补贴 折扣让利 透过削价竞争去稳固市占率的做法 李小冬认为 虾皮正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必须集中投资 扩大市占率 才能取得更有利的位置 而且呢 当市场稳定时 脱颖而出的这些企业们 都具备持续性的获利能力 现在正是出手投资 强化护城河的时候 所以除了砸钱补贴卖货 虾皮其实也花了很多资源在布局 直播电商这股趋势 据统计台湾的直播带货市场 已经超过450亿元的规模了 占电商版图10%的份额 麦肯锡更预测到了2026年 全球直播电商将占据电商市场 一到两成的份额 这一块大饼 虾皮显然是愿意投资员 并先卡好一个位置的 而在直播这一块的经营 他们的确是目前 台湾电商市场里面的领先者 像是本土霸主MOMO 他们在持续做大 压迫了PC后 取得绝对的领先之后 其实他们在B2C 也就是Business to Consumer 企业对消费者这一块 他们基本上已经很难被撼动了 就明显专心做这一块 那几年前把这个MOMO的 摩天商城都收掉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 C to C规模最大的 那就是虾皮 那这也是一开始 台湾消费者最熟悉他们的样子 就是一个可以买二手商品的地方 是后来他们做大了 加入了商城之后呢 他才变成现在这个 B to B to C的完全体 而有这个 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案例之后 来自韩国的库棚 也学习了当年的虾皮 用低价 免运 快速如此简单暴力的策略 来抢占市场 在台湾的使用者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也应该要乐见 这样杀到血流成河的竞争 因为只有企业端出更多的牛肉 可以货比三家 才是我们消费者 最有利的情况 以上就是这节的 欢宇大话题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